塞塞塞不只是高雄港通往码头的路上塞满了货柜车 连市区的道路也都是货柜车的身影 高雄港近年来货柜量大增 连带使得周围道路使用度爆表 不只交通品质差也让民众饱受安全威胁 地方便希望政府能够让国道7号早日动工 疏解高雄市区拥挤的交通情况 码头已经完工了 本来是一天的那个货柜交通流量3万 现在已经变成一天交通流量 达到那个一天将近有600车子的那个货柜车 整个小港地区的整个交通流量 都被整个托板车站住我们的车道 事实上造成整个地方里民的安全的问题 国道7号事实上应该要赶快处理了 因为环平也拖将近10年多了 10几年了 希望尽快把国区赶快定案赶快来处理 历经15年的推动 国道7号终于通过二阶环平 在顺利通过国发会的审查和行政院的核定之后 预计最快可以在2025年动工 2030年完工通车 但在路线规划及土地取得方面 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是一原理顺境希望政府能够及早因应 让国道7号顺利完工 环平走完了 走完了现在正在设计的阶段 未来的兴建面对的国区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领防还有这个周遭的环境 还有目前的一个路廊 都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 碰到工厂转弯 碰到这个比较有这个抗争力的转弯 我们都希望能够以适当的办法 比如说取得地上权 比如说比较优惠的 比如说是最安全的 不要一条国道7号23公里 1257亿的这么庞大的预算 从原来9个交流到现在检讨到7个 既然可以检讨到7个 为什么不能检讨到6个 等于说减少我们阻碍的一个路线 最起码是要把这些货印运出来 不是要变成这个市区的道路 说每个地方每个路口都有交流到 那也会影响 甚至会拖延到我们整个完工的骑程 先前部分地主质疑反对 国道7号路线的规划 导致后续工厅会说明无疾而终 开工时间也充满变数 但由于被负责解决地方交通重大任务 政府和中央单位还是得加把劲 让国道7号早日进行顺利完工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道 那么后就发展了 请不吝点赞和声 查看 判试